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。 今日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,香港著名歌影天后,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的最后一集,希望大家喜欢。 梅艳芳获得的电影奖项,1984年,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,获奖最佳女配角,缘分。 1987年,第24届金马奖,获奖最佳女主角,燕芝扣。 1988年,第1届金龙奖,获奖最佳女主角,燕芝扣。 1989年,第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,获奖最佳女主角,燕芝扣。 1991年,第2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,获奖名最佳女主角,何日君再来。 1992年,第1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,获奖名最佳女主角,何日君再来。 1993年,第1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,获奖名最佳女主角,燕芝扣。 1996年,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,获奖名最佳女主角,红番区。 1998年,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,获奖最佳女配角,半生圆。 第3届金子京奖,获奖最佳女配角,半生圆。 2001年,明报第二届演艺动力大奖颁奖,获奖最突出电影女演员,钟无嫌。 第3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,获奖名最佳女主角,方心假期。 2002年,第2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,获奖最佳女主角,男人40。 第6届长春电影节,获奖最佳女主角,男人40。 第7届金子京奖,获奖名最佳女主角,方心假期。 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,获奖名最佳女主角,男人40。 第3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,获奖名最佳女主角,男人40。 第8届香港电影金子京奖,获奖名最佳女主角,男人40。 2004年,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,获奖演艺光辉永恒大奖。 2005年,中国百大影星光耀百年,获奖百年影星奖。 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评选,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。 第5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,获奖百大演员奖。 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,获奖银欣影后。 UA院线全港最高票房电影颁奖典礼,1985-2005。 20年最高票房女演员第三位。 国际权威时代雜誌,评选全球史上百部最佳电影, 最权宜,中国电影百年百部名片,焉之球,其他荣誉及奖项。 1988年,韩国汉城奥运前奏音乐会纪念奖牌。 1988年,上海电台评选为当代中国十大歌星。 1992年,美国三藩市定下4月18日为梅艳芳日。 1993年,十大最佳依着人士,加拿大多伦多,定下10月23日为梅艳芳日。 2002年,获美国加州州奖颁法,结出慈善艺人荣誉。 美国奥克兰市,定下6月23日为梅艳芳日。 2003年,抗沙斯杰出奖选举,非医护科技人员组第五杰出奖。 明报周刊,演艺动力致敬大奖。 2004年,守护网站2003年度,十大新闻评选,娱乐界十大年度人物。 精光大道揭幕典礼,香港尖沙咀海斌长狼流明。 第四届百事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,突破渴望大奖。 MTV亚洲大奖,启发精神大奖,杨子琴代领。 2005年,香港道沙夫人立像馆,梅艳芳立像揭幕。 香港首次发行,梅艳芳纪念邮票,面值五元。 2007年,新浪粤港十年网鱼盛典,最怀念明星掌。 2009年,网易六十年中国风尚影响力女性,最终六十位候选人。 世界纪录协会评选,梅艳芳以全球个人演唱会总计292场纪录,当选全球华人个人演唱会最多女歌手。 2018年,杨光宇先生以梅艳芳,梅艳芳,明明55384号小行星,表扬梅艳芳为粤语流行音乐,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2019年,第二届马来西亚女隐行表扬会2019,大会特别颁法个人荣誉奖,十大唱销女歌手。 各位,我们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,今天讲到这里,已经全部讲述完毕,希望大家喜欢这一辑的内容。 在下一集,我们将会开讲新的故事,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收看。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这个频道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啦。拜拜! 请订阅我们这个频道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